这个憋气是人最痛苦的一种感觉 非常冰死的一个感觉 这里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肺移植中心 对于肺部重症患者来说 他们不仅需要全新的生活 更需要一个全新的肺 老李怎么样 你真厉害 你这就浪称了半年 要来那天您不是羊了吗 你觉得这两天船比之前要重一些呢 对 往那走 在这堵 现在好像跑这儿来了 这两天不太好 怎么不好 就是胸口憋着 感不过气了 什么要求 右侧我估计里边是有点痰 把你的气道又堵了一下 所以你才有点憋的 病人出现了肺部的疾病 当他越来越重的时候 他一定是越来越觉得自己喘气 非常困难 相当一部分病人在中末期生活 是非常痛苦的 你知道憋气这个症状 跟那种临死的感觉是密切的联系的 所以有句俗语说明 在疼痛面前 有英雄在憋气面前难谈抑制 就是说明憋气是谁都受不了的 当我们用那颗所有的治疗手段 依旧解决不了这些病人的问题的时候 肺移植就是一个选择 那我们最最常见的疾病 就是我们慢足肺病 还有一大类人群呢 其实在咱们国内是占的最多的 那就是肺纤维化 即身与子的患者 超七成有着肺纤维化困扰 从胸闷 气短 咳嗽等表现 到不断恶化 需要肺移植 疾病的发展极为迅猛 通常只有几个月甚至几周 老郑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的冒险还有他的份 老郑的一口气由不得他做主 他就最远到厕所还得歇下 老郑家中那两条十米长的软管 被连接到一台大的制氧机上 这个是给我们家夕阳使的睡觉用的管 然后睡觉 担下使这根 外边是睡醒了 然后通过使出去到沙发上 然后再使那根 过去七年间 老郑的肺一再遭遇重创 2019年 老郑被确诊为肺癌 经手术切除部分肺液 成功闯过生死关 之后的他通过不断康复训练 才收获了常人的呼吸 但一次感冒后 老郑的喘边却突然加重 再检查 才发现他的肺部 已如石头般坚硬 长满了纤维化的物质 正常的肺丧是非常柔软的 因为它大部分都要含气 才能完成它的这个通气换气的功能 纤维化的肺丧呢 它有的重的就是逐渐就硬化了 整个这个气进得去 它出不来 几天我这肺就不行了 现在是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 咱啥都没敢 要洗个脸 刷个牙 痠 痠得更厉害 这绣氧吓得特别快 就是不能冻它 你在沙发猪呆着去 你稍微冻它一点 就是你倒杯水 它都会绣氧 立刻就降下来 我有时候我就想我都快欲了 一听它壳子 你说你再跟下 这心就那难受劲 能好好喘口气 对老郑来说 已成为折磨它最深 最痛的伤口 它难以行动 难以交流 甚至难以入睡 但即便这样 续命的致氧机 也无法再满足老郑的需求 而它最好的支持者 妻子 除了分担所有生活重任 照顾难于自理的老郑外 也渴望着一场巨大的 彻头彻尾的改变 走了 咱们去 还是七层吧 对 还是七层 好嘞 一 二 三 等 为了活命 老郑唯一的选择 只剩下换费 但他能否达成心愿 还要过陈文慧这一关 得是这样去了 推吧 推吧 你别走了 他一走就想咬下去 啥得快的 要不早又回来了 对老郑 陈文慧有自己的担心 老郑 您这个睡眠怎么样 睡眠没问题 吃东西也没问题 心态挺好的 是吧 什么都没问题 行 就是憋气 肝脏有一个站位 他们怕是转移的 怕爱人可紧张了 就怕那是转移 他没有移植的机会 所以如果说 有一个什么样的治疗 让患者在治疗前后 是完全不一样的话 非移植 算是一项典型的 这样一个技术 在非移植之前 患者就到了一个 痛不欲生的程度 非移植之后 完全是一番新甜点 这移植前的生命 和移植后的生命 总体的生命的获益 是一个有个最佳的点 这个点的掌握 是由医生 经过多方面评估来确定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 杜苏瑞残余环流 持续北上 从昨天开始 华北黄淮一带的降雨 逐渐展开 中央气象台 已升级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 当前 北京及周边地区 出现灾害性特大暴雨 正在等待评估结果的老郑 有些焦虑 房山北路远 他们居住的小区 成了重灾区 人家那电影院哪 看梁香演员 也这么多水 看到吧 那小区哪边 这是马路 这是梁香演员 那个 那条马路上 是不是大勇他们算 他们屋进水厉害 他们离得那个 聊聊那门近呀 汽水一顶面上涨 从脚腕到小腿 再到胸口 小区断水 断电 通讯失联 而老郑的儿子 还被困在家中 此刻 陈文慧接到了一个坏消息 喂 陈文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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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那个高羽 高羽 知道哈 嗯 别着急啊 嗯 现在憋得慌吗 这个女孩叫高羽 悲剧性的故事 在她身上一再上演 因为白血病 她进行了骨髓移植 移植后的肺排液 又让她不得不进行肺移植手术 好不容易从死亡的束缚中 挣脱出来 高羽如今 又经历着难以想象的感染大惯 你说她是不是还是 肺泡通气量不足呢 能不能再给她那个 又上费再灌出一个NGS呢 给她送个免费的 她们就对 就是你找她们送免费的 她们家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对 你没事 你就说 就必须免费 哎呀 那小孩吧 才十几岁 你知道吧 就白血病 然后她们家 她妈妈又是一个单亲家庭 她妈 她妈自己看她 你知道吧 肺植树后的患者吧 特别像瓷娃娃 管理移植的这几年 你就跟着患者 就处在这个生死游离的这个边缘在晃动 其实生命特别脆弱 就是你从这个人 可能你觉得还可以 到她突然急转直下 可能这个时间 有时候都给不了你太多的反应时间 生和死之间 就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有时候生命还非常坚强 这是最极端的两种情况 你知道吧 有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病人 你都觉得心里可能快无望了 你都觉得你还能救过来她吗 但是有时候病人非常非常坚强 然后很快就和你一块就挺过来了 你就像那个小高宇 就是我那天去监护看她 我当时就觉得 可能我这回不太能 不行 不行不行 真的我当时就觉得 她可能帮不了太多了 那时候状况太重了 但是就我包括管她的那个蔡大夫 就我们俩又不停地去看她 当然那些也都很惊心 她慢慢就挺过来了 你知道吗 我看到好几次 当这个患者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她的难过 她的朝思暮想 她的这种寝食难安 这个我们是看在眼里边的 她是一个真正的对患者 有感情的大夫 她是真正一个对患者负责任的大夫 她是真正把自己的很多的 个人的时间 精力 乃至健康 都是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医生 你知道她多累 她常规的 早上是常规的7点多钟上班 到晚上9点不下班 11点不下班 后半夜还在病房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个日子夜夜了 你那个高班营还烧吗 那个谁小贩 不烧 还行是吧 那谁CT还没照呢 应该是那个还没回来 去了 刚去 行 那个正锋呢 因为她之前不是做过一个 磷癌的一个手术吗 因为从这个派的CT讲呢 一个是咱们残端 是没有发现 肿瘤复发的一个证据的 第二个 他纵隔淋巴结代谢 也不是很明显 目前也没有 肿瘤转移的一个证据 陈文慧没有找到 肿瘤复发的证据 这意味着老郑获得了手术机会 他太渴望一个心肺了 再也无法忍受 难以活下去的疲倦 而能否成功等到肺源 却仍是一个未知数 没有捐献是 是没有移植的 你一定要等到 和你大小血型 配型又配得上 然后这个质量又合格的供费 那这可不是你想说 啥时候有就啥时候有的 每年的捐献现在逐年 其实是有一个上升的 一个趋势的 但肺每年大部分的肺脏 是没有被用到的 没有被用到的 是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可能你比如说 在一个偏远的地方 人家捐献了 他做不了 那还有呢 这个肺脏 就质量不合格 我们能等到一个 相对评估下来 可以应用的供费 这个是比肝肾需求的条件是高的 今天刚来的吧 挺好的是吧 那真啊 有几个任务 一个呢就是营养 但对于你来说呢 你也是属于偏胖一点点的 减 对 尤其是肚子大 所以这个因为这个 跟你后边的手术什么的都有相关 如果要是太胖了 你这个心肺功能可能不够用 陈文慧当然清楚 老郑这七年是怎么度过的 一张床 就是一个男人的天地 老郑收购了这样的生活 坚持要赌一把 但事实上 在此前 陈文慧就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过老郑 即使成功等到费 后面还要不断地闯关 就是我们这个做移植 很大的一个获得感也好 这叫成就感也好 就来源于就是这个患者 能回归正常生活 能回馈社会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 它的这个A面也好 正面也好 但是你想达到这样的结果 这一定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肺移植的为数期的生存 也只有90% 最高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为数期 这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已经在十个月里面死了 有可能就是 由此所以他也还没救到他本人 而对于他的家庭来讲 也陷入了一个无敌的生存 看你这个肺里边 没有什么有正常的了呀 你就这个还剩 这个右边这还剩一点 里边这都是气胸 这肺都白了 然后这皮下都是气肿 你看没有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他没做什么工作呀 就在食堂上的那人包 那你们家经济很一般了呢 经济条件 因为肺移植这事呢 对于你来说 一个是风险的问题 第二个可能对你经济的挑战 会比较大呀 医疗上说我只以我花多少钱 来决定我这个 我到底去治不治这个疾病 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 你明白吗 你觉得人的生命是这么权衡的吗 肯定不是 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确实就是我们面临的 他的社会经济因素 他比如说一些沉沸的 一些慢走经常是什么呀 他到了程度了也特想救 但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救 他自己也是有这个意愿 是不是 他也肠过后续症 他也太胖 但是我们那位大夫就说 他如果不做非一支 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就是 人就没了 人都憋死了 能否进行肺移植 从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决策 除身体条件移植效果外 陈文慧详尽地询问着 患者的家庭关系 经济情况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难以选择时 如何做更好的选择 这个问题 不断拷问这医者 我基本上隔日跑 中间不跑的这个时间呢 就做做力量训练 核心训练 其实起因就是 因为我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有一阵精神状况就特别不好 每天都特别疲劳 特别憔悴 八分四十二秒 显重的第一 少有人知 陈文慧不仅是这些病患的医生 二十年前 她曾经还是病患中的医员 每次运动完 尤其跑步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心情会正好 就会释放压力 2003年 陈文慧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了时任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王晨的研究生 而她面对的第一课 就是SARS 我们当时课室里 有好几个大夫都感染了 早期也是浑身有点酸疼 但后边呢 你就逐渐会有点喘气的困难 每天都能见到 拉着盖着黑布拉出去的人 而且那些人可能都是 过去没有什么病的人 所以那时候 其实心里是有一些恐惧的 医务处的那个处长 因为她是 她当时她是最重的 撑了可能得将近一个多月 才把这个医务处处长救过来 但是现在你经历了这段时间 你其实是有 心里的一个成长的 我们面对的都是 都是一个一个的生命 我们是要以病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 那天我就跟我们的大夫就说 我说当医生呢 你要认识好两个事 一个就是责任感 同时你还要有一种职责 这是你需要完成的 她做过病理科大夫 所以她对于她人体的构造 对一些病变的特点 特别是肺移植相关的病理学 和发病基转 等等病理形态 功能这方面 她有比一般医生更深刻地理解 这对于她呢 做肺移植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呢 她有说过比较严格的内科 特别是呼吸与 微重症医学专科的训练 她对一般的 呼吸病的理解 鉴别诊断 诊断和处理 是非常规范和到位的 尤其对肺移植相关的 这些微重型的 这样的患者的处理 她有很丰富的经验 也许只有吃过苦的人 才知道欢乐是什么 中日友好医院 肺移植团队的好大夫 刚刚获取了一颗公费 老郑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为了最大程度保存肺的功能 肺离开人体后 医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把肺移植入瘦体内 老郑已做好准备 全力走向移植的路 加油打个手啊 加油 紧张 好 肺哥早点上 加油 加油 不用紧张 我们在外边等着你啊 这一刻 老郑百感娇气 他希望活着走出来 用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身体 陪妻子去看看更远的风景 此时 来自陌生人的生命馈赠 已抵达医院 老郑需要进行双肺移植 手术室内 麻醉医生正在对老郑的心肺功能 进行评估 他们要先做右侧 右侧肺 对吧 我们就左单通 就发现 二十五分钟的时候 就二氧化碳升得很高 养分压就六十八吧 就是无法担费 完成那么长时间的手术 经麻醉医生评估 术中必须用 ACMO为老郑维持循环 而手术师另一边的医生 再开始小心取出公肺 我们在破血的时候 他有时候需要把他里面的血都清空了 如果觉得现在清过得不太好 回来我们会再换你 医生通过按压 检查公肺内是否有残留血栓存在 肉眼可见的黑色物质说明 专线者可能有吸烟习惯 造成了碳末沉积 现在医生开始修剪公肺 肺移植 全世界难度最高的移植手术之一 对于主导医生梁朝阳来说 每台移植手术 都是人道与天道的对决 梁朝阳首先打开了老郑的胸腔 麻烦的是四年前的那场肺癌切除术 使得他的肺脏和胸腔产生了粘连 而肺脏外布满血管 需要一点点玻璃 这意味着梁朝阳下刀时出血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因为我们全身最重要的两个脏器就在胸腔里心肺 所以我们提前要阻断 包括我们整个胸腔的这些血管要进行一点一点的止血 让它整个肺下来的时候不至于发生大出血 这个是对于外科大夫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梁朝阳小心翼翼地将老郑的右肺剥离出来 而要取出右肺 需要继续切断肺动脉肺静脉和一侧的支气管 仅把血管阻断这一步 就让很多外科医生望而却步 就他这一步呢就填加心房就必须要加 才能够把这个口罩开 才能够把供体的心房和受体心房才能缝上 这把田子加 加深了就很容易停掉 死在台上并不新鲜 梁朝阳一边操作 一边紧盯监护以上数值的变化 导证的妻子 儿女正在手术室外等待 尽管已做足心理建设 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 他们的脸上仍写满了焦虑 不安 比较紧大 真比较紧大 本身风险系统比较高 然后这个手术确实挺大的 不愿意让长辈受这个火 不知道这个术后到底是 一个是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我说就比较他年龄也不大 说真的 说手术中的什么 这风险大风险还挺多的 把手术做成功了 我现在最大心愿就是这个 手术台上的梁朝阳一言不发 关键节点来临 脑症右侧的病肺要被取出 这意味着一颗全新的肺脏 正被放进老郑的胸腔 此时 新旧肺脏动脉 静脉 支气管的吻合也困难重重 老郑体型偏胖 胸腔狭小 亲房的遮挡让梁朝阳进行缝合时 视野范围极小 首先视野不好 看不了很清楚 很多地方太深的地方 从空间狭小 你的针它转不过来 强行旋转就可能就豁了 低了 一般的手术 你只涉及这个病人本来 所以移植来讲 你必定要涉及到另外一条命 如果说一旦出了问题 一旦那个问题 实际上是两条命的问题 而不是一条命 缝合的针区太密 会造成缺血 反肢 会造成漏气或漏血 这挑战着梁朝阳的经验 晚上八点 新的肺葬 在老郑胸腔内灌注成功 这一刻 老郑获得了新生 三 二 三 对 这是那个 切起来的两个肺 这是左肺 这是右肺 两边都给它换了 肺移植 这个患者要闯关 首先你在闯什么关 你在闯你能不能等到供费 你能不能在相对比较好的状态下 等到供费 然后你去闯手术这关 你得能下得了手术糖 你得能下得了手术糖 你能下得了肺炖 你贴为重于否价 我比较好的肺炎 你会在上节目比较好的肺炎 你会和虫骨骗 你会会有损贴 你会和虫骨骗 你会把胺炎动摆成功 还是有点不对 你习惯了那种浅快的呼吸 你老觉得不够 但现在其实你状态要好一些了 你深吸一口气 吸到底 慢慢吐气 慢慢吐气 对 慢慢吐 17年3月到现在 我也管理了 得500以上的移植的病人 再加上我会诊的 在外边会诊的病人 已经相当的一定的数目 所以这些病人 都是一点一点看过来的 所以你对这些病人的 这个病情变化 其实在心里 你是有一定判断的 所以在患者出现 什么异常的这个情况 或者是在你 在他们管床的大夫 还没有发现这些病人 出现什么异常的时候 你再去看 你已经发现异常了 你就要提醒他们去注意了 实在想家了 是吧 受不了了 终于该放回去了 是吧 不能在这再待着了 要不然受不了了 你现在数后一个月 一个多月了 一个月 少年二十号 那我觉得你这样 你可能节后 差不多十月二十号左右 你就得再回来 你回去小一个月 但中间一定得查血 是你的患者 你最终希望的是什么 他能康复 他能在你的诊疗的帮助下 他能得到他的一个预期 好多疾病 现在医生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那医生是什么一个职业 他是在你生病的时候 可以给你一语 从心理到身体的医疗照护的 这么一个人 感谢观看